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注我的朋友们都知道 我一直在做深翠物合成七浪潮的艺术领域的探索 最终呢去参加了艺术节 今天的这个视频就想让大家来看一看 我是怎么摆摊合成七浪潮的 在这期间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呢 还有这个东西它真的能赚钱 那首先第一天我肯定是去搭建自己的摊位了 这次参加的灵感艺术节 刚好有三面可以刮东西的格子网 还真的还挺不错的 知道这个之后 我第一个想做的就是那个巨大的画布放在后面 为了让大家一下子能看懂我在摆什么 我还特意用中文做了标题 这样一来呢路过的人和认识和不认识的 可能都要读一下子 我反正是这么想的 全都弄好了之后呢 接下来就要静静等待第一天的摆摊了 想要知道我摆了些什么呢 我会在下一个视频里做一做 一个一个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艺术节的第一天往往是周五 周五其实是没什么人的 所以不用担心 但是到了第二天 那人就真的多了 这其实是我第三次摆摊艺术节了 介于前两次的经验呢 我自己觉得摆摊合成青浪潮还是挺难的 在艺术节里面喜欢这种艺术风格的人真的还蛮少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 这种艺术风格的受众普遍好像都是男性 然而来逛艺术节70%都是女性 可能我说的都有点少了 90%都有可能 在一众可爱讨女孩子喜欢的众多摆摊的艺术家里面 合成青浪潮这种80年代复古科幻风格 我自己想一想我都觉得会让可爱的小姑娘们眼前一蒙 每当有人路过我的摊位的时候 我眼睁睁地看着那些被吸引的都是路过的为数不多的哥们 但同时呢我也真的很欣赏那些能喜欢这种风格的女孩 真的都非常酷 虽然摆摊合成青浪潮有点难 但每次摆摊都会受到很多快乐 瞧 我今天这个商务套装再带上我的那个power glove 自己都被自己给迷住了 开玩笑啊 这都是为了统一形象 在第三天的摆摊里 有一个小姑娘还挺有意思的 虽然我没有拍到啊 但是我真的应该点名一下 因为她还是一个高中生 因为特别喜欢三岁五来我的摊位找我玩 还问她的老爸借了钱来买我的东西 你这一听能咋行呢 鉴于没有经济能力的高中生 我只能就是送给她了 但是在临走的时候我告诉她 记得为了自己的喜欢而努力 她也说她一直想学音乐 我觉得这就很棒 当然也有我的一些朋友 知道我来摆摊 特意来观摩一下 聊聊天也挺不错的 在这期间也遇到了很多专门来看我的朋友们 提出了一些建议 接受并且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 我作为一个设计师来说 肯定是会继续迭代的 可能后面的话 我就不会只画八十年代复古科幻这一种风格 和乘气浪潮呢还有复古恐怖复古浪漫两种风格 我都想去尝试和创作一个新的系列 可能也会开辟一些新的人群吧 反正就是先让自己快乐在其中 再分享给那些喜欢的朋友们 最后还是希望大家有自己喜欢的事情 然后努力去做成织以后 记得我们的口号 如果您喜欢我这个视频 非常欢迎点赞评论和转发 咱们一起互动 这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重要 咱们就下期节目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